特别关注的是内地海上风电厂项目的一个施工的浮吊船 辅警001轮在台风先巴吹雪期间 在广东扬江附近的海域的船身断裂而沉没 27名落水船员目前依然失联 而搜救工作还在争分多秒的进行当中 截至3号的中午12点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总共协调派出了38艘救援船只参与搜救 协调南海救助局和香港政府飞行服务对飞机 总共14架次开展了空中搜救 搜寻面积累计达700平方海里 辅警001轮 2号凌晨在广东扬江附近海域防台茅地避风时 茅链断裂走茅遇险 沉船的船体一部分还露出水面 截至3号12时 广东省海上搜救中心 共协调派出海巡31南海救113等海市 救助海警与政部门船艇38艘开展搜救 协调南海救助局和香港政府飞行服务队飞机 共14架次开展空中搜寻 现在目前为止就是一架固定翼的飞机 还有四架这个直升机 直升机是具有救援功能的 南海救的102 113 115 118 这些专业的救助力量 还有一些就是在当地作业的一些船舶 都投入了这个现场 目前事故现场仍有大风巨浪 救援以船之沉没位置为基点 并结合风力风向和海流信息 逐步扩大搜救范围 核心区域目前分成三个搜寻区 集中最专业的救助力量 而近岸区域也分成了三个区 给阳江局 茂名局 以及湛江局组织的船舶搜寻 交通运输部广州打捞局指出 现场搜救的难度主要在三个方面 第一是海况非常恶劣 一度有七八米的涌浪 虽然台风已经过了 但涌浪还是非常大 第二是风场非常多 风电桩隔五百米到两百米不等 不适合大型船舶搜寻 难度主要就是体现在 现在已经有很多建成非常多的风场 那么这个风场 事实上每一座风机 对我们的这个搜救的船舶 也造成非常大的影响 第三个因素就是 这个海域靠岸边 都是非常长的浅滩 所以有相当长一段水域 搜救船舶无法到达 凤凰H综合报道